大家好,鸡蛋老师再次出现了,今天教大家如何用点线面画动物。 我们一起开始吧! 首先画出长方形颈像椭圆形头及触角,加上鼻子和眼睛,加上椭圆形的身体长方形的腿,加上耳朵即可玩。 现在用曲线画出一只蛇,加上舌头,接着画上蝴蝶,一样用形状和线条完成。 再画一只蜜蜂,也是用形状就能完成。 最后再加上多一只长颈鹿,构图完成开始学习上色啦! 选择长颈鹿花纹的颜色在颈像和身体以小圆点的方式上色。 接着使用深褐色勾边颈像,身体,头和脚。 长颈鹿妈妈的颈像,身体,头和脚也是一样要勾边。 勾边的目的是待会儿谁踩上色不会踩出现。 然后触角面积比较小,选择蜡笔上色即可。 接下来是在蛇身上用蜡笔加上自己喜爱的斑点颜色。 任何颜色都可以成为蛇的斑点颜色。 再来蝴蝶的翅膀也可以用蜡笔点出斑点效果。 加上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石头,以及曲线的小草。 接着用深褐色、浅褐色和黄色蜡笔用力点杀力的效果。 这可训练小孩手部肌肉运动。 现在开始水踩上色长颈鹿的头、身体和脚。 脚蹄的部分可以踩上深褐色。 接着也可以开始上色蛇的身体,可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。 接下来就上色石头小草。 最后选择沙地的颜色浅褐色至深褐色。 老师示范渲染的配色技巧。 同学们也可以在家试看看哟。 再来是选择颜色笔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为蝴蝶上色。 蜜蜂也使用颜色笔上色。 再用黑色颜色笔轻轻画出蛇的眼睛。 用浅褐色颜色笔上色长颈鹿的尾巴。 再用马克笔疑点核线做出蜜蜂蝴蝶飞过来的效果。 以及勾出蛇的眼神长颈鹿的耳朵。 最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用曲线画出云朵和太阳。 这就是一副形状加点线面的动物图画完成了。 我们下个影片教学再见。